大家好,我是三希樓的Jeff 其實三希樓除了川菜之外,廣東菜從點心都可以 我們最近都出了一個點心,但它加入了川菜的元素 就是叫金湯小龍包 我們將原本的湯汁加了川菜的湯汁 令它變成像Fusion 其實都是原生小龍包的餡料 但是我們將一些金湯冷藏到一粒橄欖 然後將它釀進去 一蒸完後,將湯汁融入 一咬下去,便把一口金湯出來 但這口金湯不是像上湯 其實是一些很辣的湯汁 可能因為自己是廣東人 較為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如果你真的計算的話 釣燒雞其實是出名的 因為這口金湯不是玩什麼特別的煮法 而是選擇食材本身 我們試了很多不同的雞種 但發現原來錯了 是應該用它的飼養日期 如何是最嫩滑 它又是最有雞味 它的質感和質感還在 很傳統的釣燒雞 將它釣乾了 然後再去炸它 入爐燒它 然後再淋走那個油 讓它的皮脂脆 再買一個很傳統的豬潤燒賣 因為現在的豬潤要處理它 其實是手工的 你要很浪費時間 如何去清血水 那種味道 但出到來 你如何把酒香味 燒賣本身應該是一塊肉 如何把肉和蝦的比例均勻 判山那邊 其實我們會形容為是書房 但下來我會形容為 將它走向一個國際化 你見到整個裝修其實都不是太過中式 就算擺設來說 都是較為標準一點 有些現代一點 它仍然保留中式的特色 接近現代感多一點 貼地一點 貼地不太 處理 貼地 貼地